旗下的REITME 简单看一下说明 多种运动模式 内置小爱同学 50米深度防水 触控高清炫彩 大屏 支付宝离线支付 支持百城公交与绑定门禁 开箱 表带很宽 显示屏非常的漂亮 但是和边缘的过渡呢 没有那么丝滑 开机 需要下载APP 小米穿戴 下载激活绑定成功 看一下功能 运动 运动记录 活动记录 心率 睡眠 呼吸训练 小爱同学放个屁 这个小爱同学呢 只会显示文字 不会说话 支付宝可以出示付款码 闹钟 秒表 倒计时 指南针 天气 消息 查找手机 手电筒 它的手电筒呢 是靠屏幕照明 设置 表盘更换 亮度调节 误绕模式 台湾亮屏 心率设置 活动提醒 吸屏设置 震动设置 拖腕密码 系统操作 功能看完了 接下来我们拆解 对了 盒还没看完呢 说明书 USB充电器 没有参数 只有两个触点 可以把表卡在上面 测一下充电电流 5V 0.19A 大概1瓦的充电功率 这回能拆解了 用力掐这里 非常的紧 它的下面呢 有心率 膨感器 还有两枚充电的触点 那么只能从屏幕开始拆 首先150度加热一下 撬它的屏幕 好 可以插进去指甲了 粘得非常的紧 现在可以看到排线了 屏幕拿下 屏幕的连接座上面呢 还有一个扣板 撬起 显示屏 首先这里有一个 光线传感器的窗口 然后下面是一张LCD显示屏 白色的部分呢 是它的屏幕背光 这里是屏幕背光的接口 然后触摸IC 负责屏幕触摸 通过这个排线座 连接到主屏幕上 这里还有一个NFC加减 连接着它的NFC线圈 NFC线圈 整张屏幕呢 通过这种黑色的软胶 粘在底壳上 接着看它的手表内部 首先是一块电池 230毫安时 加热翘下 电池的连接排线呢 连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拧下五颗螺丝 拿下支架 它的侧面呢 还有一个开机按键 电池的触点 调起 现在可以看到它的主板了 这里还有一个连接座 调起 这枚连接座呢 连接着下面的传感器和开机触点 撬下它的主板 主板拿下 咱们接着拆 最后再研究主板 它的外壳下面呢 有一个蓝牙的天线 一小段铜箔 然后开机按键的下面呢 有一颗麦克风 它的麦克风这里呢 有一张防水膜 然后往左连接着它的充电触点 充电触点呢 直接焊死在排线上了 因为它这里是密封的 直接被我敲断了 再往上就是它的心率和距离传感器了 全部拿出 它的壳子里面呢 还剩一个开机按键 看一下它的这颗大排线上都有什么 首先是一颗振动器 往上 光线传感器 这里是开机键的触点 麦克风 充电的连接点 已经被我敲坏了 中间是它的心率传感器 上下有三颗 乐意地 就这些东西 接着看主板 主板非常的小 但是上下有两张屏蔽罩 我们吹下来 简单看一下主板 首先是它的主控 黛洛格DA14695 负责电源蓝牙显示 功能非常的多 这里连接着它的蓝牙天线 天线的触点 两颗精震 再往下是一颗滑邦的存储器 存储它的固件信息 看一下背面 各种传感器的接口 电池接口 显示屏接口 这里还有一颗恩之谱的80T23 NFC芯片 通过这两条线连接着屏幕上的NFC天线 集成度非常的高 结构看完了 接下来修一修装回去 毕竟过年我还得带呢 咱出门走亲戚 带块表 比较有面子 对不对 还能用 一会儿走亲戚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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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